这个视频咱们来讲一词多译的伐 先来看一个项羽的小故事 项羽伐屯高以调民 伐谷以伐罪 终将武诸侯灭秦 此西楚霸王之伐也 然其伐功金能百于流邦西哉 伐在甲骨文中写成这样 它是个会议字 是由一个人和一个歌组合而成 表示用兵器来砍杀人的头 说问解字里说 伐杀也 可见伐的本意就是鸡刺砍杀 故事开头说 项羽伐屯高以调民 就是指项羽砍杀诸阳来抚慰百姓 由于战争就是要砍杀敌人 因此古代对外讨伐攻打也叫做伐 如十年春骑师伐我 指的就是鲁庄公十年的春天 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国 成语调民罚罪 就是抚慰百姓 讨伐有罪的统治者 在战争中杀死敌人就是立功 所以罚也有当名词功劳战功讲的 故事中的此西楚霸王之法也 指的就是这是西楚霸王的功劳啊 杀敌的战功自然值得夸耀 由此罚又有了夸耀的意思 罚功金能就是指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 在这里金也是夸耀的意思 罚金作为固定搭配表示自我夸耀 注意这可是重要的高考考点哦 然其罚功金能败于刘邦西哉 翻译过来就是 然而项羽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 被刘邦打败 可惜啊 以上几个罚的意思都与战争密切相关 如果不特制战争 犯指其他事务 从砍杀的本意 也可以出损害败坏的词意 罪而不出是为罚德 这个意思就是 罪了还不退出 这叫损害道德 对砍杀做另外一种隐身 又可以得到消除除掉的意思 服武夫谋臣辟之药石 可以罚病而不可以养生 意思是那武士和谋臣 就好比是草药和鞭食 可以消除大病 但不可以用来保养身体 罚和不同名词搭配 还可以将砍杀引申为不同意思 如罚骨就是鸡骨 由此引申出鸡敲的意思 而罚山石指的就是开山取石 这就有了开取的意思 罚树中的罚则是指砍罚砍 麦探翁罚心烧炭南山中 是说麦探翁在南山里砍柴烧炭 诗经冰封罚科中有诗曰 罚科如何非辅不克 取妻如何非没不得 意思是砍罚树枝怎么办 没有斧头不能砍 要娶妻子怎么办 没有没人办不成 后来人们便以罚科人代指没人 故事中的罚骨以罚罪 中将武诸侯灭秦 第一个罚就是鸡敲的意思 第二个罚指讨伐 翻译整句就是 项羽鸡骨来讨伐罪人 最终率领齐赵魏寒烟 五国诸侯灭亡了秦朝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来总结罚的多个意思 他的本意为鸡刺砍杀 引申为与战争有关的动词 可以有讨伐攻打的意思 还可以指夸要 金也有夸要之意 罚金作为固定搭配 表示自我夸要 而作为名词 罚指的是功劳战功 从鸡刺砍杀的本意 做与战争无关的引申 还可以指损害败坏 或者消除除掉 而搭配的名称不同 罚的翻译也有变化 罚骨的罚 意为鸡敲 罚山石翻译成开取 罚术罚科的罚 只砍砍罚 罚科人特指没人 好了 现在该去答题 抢金币了 罚 hand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